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是Systems Manager的第七期 本期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补丁管理器Patch Manager 什么意思 咱们作为一个开发运维人员来说 咱们手下可能管着二三十台 至少二三十台EC2 那么咱们需要对它进行维护 该怎么维护 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 系统的补丁出现了 该怎么做 系统补丁一般分两种 一种是OS的软件bug修复 一种是安全补丁 咱们都要定期的对系统进行更新 甚至要定期的重新启动系统 那么该怎么做呢 如果咱们手下就管这两三台 还好管理 如果是二三十台 成百上千台 该怎么做 就需要自动化 AWS给咱们提供了补丁管理器 就是来帮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的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在SSM中运行补丁管理器 来为咱们的管理的一组 EC2实力打补丁 下面呢 是它的一个官网 小马给您访问一下吧 Ctrl C做拷贝 好的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Go 大家请看 AWS Systems Manager Patch Manager 在这个地方 他给您描述了 咱们该如何使用补丁管理器 以及一些个补丁管理器的工作原理 和一些基础概念 文档是积翻 而且非常的枯燥 不如您就看小马的课件哦 一言以蔽之 什么是补丁管理器 大家请看 SSM补丁管理器 可以自动完成EC2实力的安全相关更新 和其他软件包的更新 也就是说 系统所有的安全紧急更新 它都会帮咱们自动补上 同时一些个软件包bug的更新 它也会帮咱们自动完成 非常的方便 咱们真的是应该学习掌握哦 好的 吹完之后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呢 有四个工作要做 首先 咱们来确认一下补丁基线 或者说补丁基准 Patch Baseline 这个呢 是AWS认证考试中 经常出题的内容 另外呢 咱们今天要了解和设置一下 维护时段 咱们不可能说做一个补丁管理 随时随地都要做 咱们应该设置一个维护时段 咱们不可能让咱们系统 在运行高峰式重新启动 这是不可能的嘛 对吧 咱们一般都会选择深夜 凌晨两点到四点钟 来做咱们维护时段 对吧 今天呢 小马会给您设置这一个动作哦 另外 咱们还要确认一下 咱们要打的Linux2的安全补丁 和系统补丁的基准 最后呢 小马会给您完成一个配置补丁计划 让咱们有计划 有规律的 去维护咱们的系统的补丁的更新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 就给您演示这四个步骤哦 再说 因为 也 Menge 连行 他们选择 沕 刘